把這個地方做成動態 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 你要先把雲端上面的程式 先複製貼上 這個比較簡單 但是你要知道複製貼上 貼到哪裡 一樣head上面就對了 裡面有哪些地方比較重要的 這個也是JavaScript 當它載入的時候 特別注意 這個錢的符號就是JQuery 的總物最大那個物件 它會當載入的時候會執行這個方法 有點像是入口 反正以前Basic有個man 或者是反正很多程式都有一個入口 它的man 或者是像Android裡面有一個uncreate 反正就是會從那邊進入點 然後它會去找說 你的這個 在我們的頁面裡面有沒有一個叫page的 有嘛 所以這個頸page就指的是那個page 它會去連結一個 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叫page show 至於呢 在JQuery 4.1裡面裡面有哪一些這個事件 你可以去查一下 Google裡面應該很多 那其中有一個是 當載入頁面的時候 我就會去執行某個方法 叫做gate map 所以底下的話一定會有一個叫gate map的方法 在這裡有沒有 所以當它載入的時候 它就會去執行它 那裡面的話呢就去頁面裡面找一下有沒有一個叫map div的一個什麼呢 版型有沒有 這個版型我剛剛有講過嘛 名稱一定要跟這個match 我就直接丟給什麼 丟給一個物件 叫做map div的物件 那將來為什麼要給這個 因為將來底下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下方會產生一個什麼呢 google map的一個物件 就必須告訴他說你要把這個地圖有沒有 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map 所以告訴他說你幫我放在這個map div裡面 然後呢它的縮放是14 另外的話呢至終以哪個為中心呢 就是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放進來的這個 緯度跟精度 丟給這個物件變數 然後呢它就以這個為中心 秀出來就剛好在中間 另外的話呢它有個map type id 這個所謂map type id指的就是說呢 你要用哪一種形式的地圖 總共有三種 我印象中好像是 一個是預設式就是rawlmap rawlmap就是一般我們看到的地圖 還有一個是那個 就是那個衛星圖 還有一個是地形圖 好像有三種 那這個其實你google一下 都可以找到 好像有三個參數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 底下還有一個所謂的建立地標 不過這個建立地標你可以delete掉沒關係 不過主要是要做一個效果 什麼效果呢 第一個 如何把我們放上去的那個圖有沒有 換成 因為它原來是一個紅色的一個 好像尖尖的那個地標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換一張圖 換什麼圖 換一個旗子一樣 你們其實是網路上找 都可以找到 那那個檔案的名稱是png檔 這個png是myicon.png 假設一個旗子啊 或者你可以從網路上隨便找一個小圖 放進來它只要是png 我印象中好像jpg也可以 然後呢去哪邊放在這個底下 我們就可以做出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的話呢 就會去找到那個我們的這個 把它載進來 那效果有點像是 各位可以看到類似像這樣子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已經做完了 連結過來 它就載進來對不對 並且幫我把什麼呢 我這邊有一個叫做myicon的這個圖 並且怎麼樣 放進來 有沒有看到 所以將來 如果你要把中心點放在哪個位置之外 你也可以載入一張圖 不會有問題 就是剛剛下面那一段 當然如果你下面這一段 假如說不要也沒關係啦 所以這個地方是額外的 你可以delete掉 我這邊把它放在這邊 那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 我如果今天呢 希望從外部 取得什麼 我的緯度跟精度的話 那要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有寫一個function 叫做getgeo 後面的話呢 給一個緯度 給一個精度 當這個緯度跟精度 進來的時候呢 我用那個什麼 有一個geo point 特別注意喔 其實geo point 是google map裡面要求的 它就會用這個物件呢 去取得你的緯度跟精度 再來做什麼呢 把緯度跟精度放過來之後的話 再呼叫change page 到哪一個 所謂的change page 就是幫我轉移到哪一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的話呢 我們後面有一個叫page的頁面 這邊有個效果啦 還有什麼true false 這個其實就傳參數啦 你們可以查一下 這個關鍵字 在那個geo point 裡面可以找到 它這邊就有相關的參數啦 因為我就照這個 有沒有 你找那個geo point 裡面有個叫change page 裡面的話 它就會跟你要求 總共會有四個參數 那這四個參數裡面各是什麼 我想詳細細節 各位有興趣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網路上查應該都查得到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就轉移到page 並且 避免觸發重複事件 所以後面加在這一行 那把這些 你把它整個複製 貼到哪裡呢 記得第一個 貼到一樣 在那個head上面 head上面 我可以把它貼上 那前面有一段 原來你有貼的那一段 我建議 我不確定的 你可以把它刪掉 像我們剛剛這一段有沒有 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好像有點重複啦 它也是窄路 那上面這一行不要刪掉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邊做完之後 再來第二個特別注意 請你再到台北101這邊 如果你是別的景點的話 請你就是選取 再來特別注意 超連結地方比較關鍵 超連結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 它的格式 不是像之前我們是什麼 景開頭 而是 我要怎麼樣 去執行JavaScript裡面的 某一個 某一個函數的話 那記得喔 並且傳遞給它一個 精緯度 那它的格式一定是什麼 JavaScript開頭 因為我要連結 這個JavaScript的方法 方法名稱叫getgo 並且傳遞給它一個 緯度跟精度 就是大概這樣的格式喔 不要打錯喔 那在JavaScript後面是個冒號 getgo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 getgo的一個方法 就是這個 它就傳遞給它了 然後呢 給它一個緯度 給它一個精度 那並且怎麼樣呢 會觸發一個叫 ChangePage的一個事件 那就轉移過去了 並且把地圖給載進來了 OK 那ChangePage的事件觸發的時候呢 也會再怎麼樣呢 因為ChangePage有沒有 也會再執行這個 並且把地圖又載進來了 OK 所以大概會有這樣的流程 那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好了 那其他的部分都一樣 所以你做完之後 假如說你有幾個啦 比如說你有五個好了 那底下的話一樣 JavaScript冒號 getgo 給它緯度精度 點擊進去的話呢 那就看到最後的結果 那因為有超連結的 所以這邊有個箭頭 點擊 就會有101出現了 那一樣的方法的話 就一個 兩個 三個 其他都一樣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